看着这个架子是不是坏了 木架一端的钉子突然脱落 忙在差一点从木架上摔下来 第一时间看一下小五再打 第一时间看一下小五跑去了远处 放心了 自己还跑去查看了下松动的木架 馆长和奶爸第一时间来修理木架了 此时出现了两个吃瓜群众 妹妹什么情况 哥哥我们下去看看 焦头吉尔 窃窃思语 看不够啊 修完木架奶爸再次爆出了小五 小五一个转身去追奶爸 奶爸点点我 我不要上班 小五乖 你妈还要上哦 奶爸这里还是不够远 直接把小五放进了泳池 看看我们家小五跑得多快 奶爸太看不起小五了 哈哈 小五这会自己回家了 奶爸 奶爸 水 营 欧